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设他就你买了一千张 结果一开盘就开高 我想等拉回再买 好 假设我去买 我就先买 假设我去买 先买个两百张 然后拉回再来买 就碰 锁起来 靠腰 来不到了 请问你有八百张怎么办 所以最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所有的交易员 十点钟都会玩 都会怎么样 该买就买完了 同样的 卖也是一样 大家听懂的是吗 所以最大的行情都在第一个小时的原因在这里 尤其如果集货 你就会很明瞭到 一天最大的涨幅就是第一个小时 看这个 一路卖 这表示我们刚刚讲的卖牙很重 这个就在盘中 逢高扣 这个大概也可以做个十点 应该十五点左右 这种盘 这就是我们刚刚的图 就是卖牙最大的 那现在都是卖牙一直缩小 可是你不小心转折点在哪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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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